各位朋友们晚安 我是彩琳 如果大家今天下午有出门的话 应该被这午后雷震雨给吓坏了吧 因为包括在大台北地区公馆就出现了 24小时累积雨量来到62.5毫米 另外在南头跟嘉宇都出现了超过50毫米 这都是属于大雨等级 提醒大家这两天都是这样的午后雷震雨形态 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带雨伞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卫星云图 为什么这几天天气都会这个样子呢 主要是因为太平洋高要持续解弱的关系 台湾上空原本比较干燥的天气形态 逐渐的往东边来移动 而换句话说呢 让南部南海的水汽可以往上来北台 所以包括在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 都会出现午后雷震雨 我们就来看到今天下午的范围 主要都集中在北部跟中部的山区 你可以看到台北地区这雨 累积雨量已经超过看到了 来到了红色的这个区块 都是集中在大台北地区 而其实呢从今天明天到大后天 这三天之内呢 午后雷震雨的形态 都会集中在台北地区 包括了台北跟东北部 而另外呢中部的山区也会出现雷雨 同时会夹杂着雷急 还有强震风 提醒大家中午千万不要到山区来游玩 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在南部地区 除了午后雷震雨之外呢 因为是迎风面的关系 包括在清晨以及深夜 都会出现短震震雨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而这一天天气形态 因为蛮像的 给几个呢小叮咛来给大家 包括了大台北地区呢 还有包括在白天的时候呢 温度还是蛮高的 都是处于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 高温都有可能占上35度的高温 另外呢这个天气呢 其实呢还是要注意防晒 跟多多补充水分 中午的前后尽量不要出门 而最后给大家的现意是 午后雷震雨是一定会下的 出门在外 一定要记得带雨伞 最后给您的是 明天台湾各地的详细温度改况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 北部地区温度来到了 26到35度 降雨几率30% 白天温度高要注意防晒 中部地区26到35度 降雨几率20% 南部地区温度26到35度 降雨几率10% 东半部地区温度26到34度 降雨几率60% 一定要特别注意午后雷震雨 另外外岛地区的温度 是26到33度 降雨几率30% 好 您可以看到呢 最近这天天气形态都蛮像的 午后都会出现午后雷震雨 不过白天天气还是很热 一定要特别补充水分